嗨 大家好 歡迎收看超認真少年 今天要跟大家講一個 近看是喜劇 遠看是悲劇 剛剛看完是鬧劇的幼稚影集 做工的人 為什麼要拍這支影片呢 其實就是因為最近上映了一個非常棒的影集 叫做做工的人 而做工的人這個故事就來自於這本書 大家有看到這本書可能有一點有印象 那就是有一次跟我們一起在工地調酒的林立新教授 他另外一個很棒的作家然後說寫了書 他在今年改編成為一個非常棒的影集 一樣用書名做工的人來跟大家見面 在收看我們頻道的觀眾呢 當然有一些是非常厲害的工地老師傅們 還有呢你從來沒有從事過任何工業工作 或者是在家DIY的朋友們 那我們就利用我們頻道的專頁來告訴大家 其實在影集當中呢 有非常棒的細節跟很多的彩蛋 是可以細細品味跟很多東西都可以拿出來討論的 那我們就開始吧 好 來 好 其實在第一幕呢大家有看到兩幕 就是一個是坐在一個很像箱形車子裡面操作的人 那這個人叫做阿轉 阿轉呢他其實主要在當時的影片中 他做的是一個叫鑽釣的釣車 釣車有分成很多種 就是有後面有貨斗的啊 有專門小螃蟹啊 或者是有一種就是專門就是全職鑽的 而釣在釣稿上面呢通常會有分兩種到三種 一種呢叫鐵鏈 第二種呢在影片中就叫布袋 就是布繩 那第三種呢 如果萬一你看過有人車子出車禍的時候 你會看到有一個專門在車子的車架 那這個東西呢他會因為掉不同樣的東西 而有不一樣的使用方式 為什麼在畫面當中他要使用布袋呢 其實布袋有一個很好的好處就是 他可以很快速的調整一些重心位置 那這個東西他就要靠他的經驗 去判斷他的材質跟他的重量大約是在多少 然後去抓出那個東西的中心點位置 拉起來才不會晃動 或者是馬上翻動掉下來 好 那我們繼續往下看 好 拿了一塊布 好 暫停 大家在這時候可以看到這兩位兄弟 阿昕跟阿奇 這兩個人他們手上拿了什麼東西呢 這個東西叫做上手 也就是氧氣雨缺 這東西可以拿來幹嘛呢 就是他可以拿來溶解 他也可以拿來切斷 好 這個時候為什麼射拉呢 他要拿一個防火坦出來呢 因為其實我們在做氧氣雨缺切割的時候 大家可以看到畫面當中會彈出很多東西的噴箭 那也有呢 就是在金屬件 他從固體融為液體的時候呢 他的剃墜 就如果滴到身上的話 那個是非常的痛也非常燙的 不過呢 其實以我們個人的小弟前見 我覺得在這個時候他其實可以用軍刀鋸 什麼東西叫軍刀鋸呢 就是這個 什麼是軍刀鋸呢 這個就是軍刀鋸 而全世界第一個發明軍刀鋸的廠商呢 就叫做Milwaukee 現在呢 他只要插完電池 就可以震動囉 然後呢 他同步有一個快拆的旋鈕 把刀片插到中間去 放開來 這樣子 就固定好了 於是呢 我們找來一個 比當時的鋰架更粗更厚的鐵管 我們來去給大家看 切割小學竅 首先 請戴上護目鏡跟手套 然後呢 把你的抵住的點 一定要靠住你的物件 之後呢 用軍刀鋸戴一下 不過呢 通常在開始建造工程的時候呢 並不會有人戴軍刀鋸 而且軍刀鋸呢 它有一個致命的缺點 就是東西太好了 很容易被給它趕走 但是呢 如果今天你的公班裡面有阿載師 他車上一定會有軍刀鋸 因為可以防身 而軍刀鋸切割裡面呢 它的鐵穴會是比較大塊的 也就是它不會產生一些焰火 那當然在這個狀態下比較安全 補充一點 在畫面當中呢 這兩位兄弟其實兩個分別戴了不同的面罩 一個呢 左邊 他哥哥 他戴的其實就是 水焰100V的面罩 像我們之前就排骨有漢契面罩 還有全戲劇的介紹 真的是五花八門 那今天呢 隨便先拿兩組出來嚇嚇大家 焊接面罩真的很重要 小弟以前 因為沒有戴焊接面罩 焊接整個掛過幾枕 焊接面罩到底 從裡面看出來是什麼樣子的 來 今天你給大家提湯一下 這樣是不是還不錯啊 所以當你焊接的時候 你按下去它馬上就瞬間變黑色 還有一種呢 小弟高膽貨 我看到 裡面是護目鏡 外面是焊接面罩 當你今天要切割要研磨的時候 用裡面 你要焊接的時候 放下來用外面 爽 那旁邊呢 他的小弟呢 他其實戴的就是一般黑色眼鏡 那黑色眼鏡呢 因為在高光狀態下 他能夠去做順勢的切割 從當中他們兩個的手勢當中 你就可以看得出來 各個技術比較不好 弟弟的技術比較好 所以常常會有一些工地 為什麼他們就是只戴黑墨鏡 或是用手遮 不過這些都是一些 比較不好的公安示範 好 繼續 好 OK 這個時候要講到一個關鍵的 為什麼不去大醫院要去小醫院呢 因為當你今天如果去大醫院 他報警的時候呢 表示什麼意思 這個工地有公安意外 公安意外他會怎麼樣呢 第一個 輕責罰錢 重責停工 很多工地主任 像以前我們待過的工地 就有人出事情 出事情他會講說 阿用我來車載比較快 就是不叫救護車 因為不叫救護車這件事情 他能夠避免就是可以私聊 尤其是當你報警了之後呢 如果今天警察一來 發現非法打工的醫工 這個時候 哇 待機大條了 勞動局來如果看到了醫工 抓到一個醫工 15萬 最好彈耶 如果裡面當中 有人沒有勞健保的時候 哇靠 那事情就是可能是大條中的大條 而這個時候 如果受傷了怎麼辦 你又不報警 你又不去大醫院 你可以去幹嘛呢 去黑醫院 什麼叫黑醫院呢 以前就是所謂的黑道診所 就是像大哥中槍了 出了刀傷 這一看就是被開山要砍的 但是你送去醫院就是火拼 就會有刑案嘛 但是呢 如果你今天去黑醫院 就趕快醫生提提的 那就 沒事啊 像台北最有名的是 XXX 台中最有名的就是XXX 而且很多以前的黑醫院 現在都變成就是所謂的黑公醫院 所以就人第一啦 錢看第二啦 接下來不要出事 是大家最想要的 那我們繼續往下看 OK 暫停 大家知道為什麼 導演要特別在這幕去取下這個景呢 其實以前從工地出來 尤其是做頭醉耶 很多工地師傅 他們都會特別把鞋子拖在外面 然後再用著就是腳踩襪子 這樣咚咚咚咚咚咚走進來 大家也不想要給店員到人困擾 然後讓他掃地拖地麻煩 很偉大 照看來 好繼續 來可以暫停 好大家有沒有看到 這個看起來就會很開心的粉紅色小燈 那這個東西小弟比較沒經驗啦 比較沒有這種喝茶的經驗啦 不知道大家有經驗的話可以跟我們多多分享 好那不過這不是重點 大家有沒有看到 阿興哥手上拿了一個小鐵狗給他 那個小鐵狗看起來 用我的經驗目測 大概是用2mini的炭鋼黑鐵板 然後加上頂固去燒製而成 因為這個東西其實就是小弟的本行 小弟的本行其實就是從事金屬雕塑 跟一些金屬製品 還有一些大型工程 為什麼會有這個東西呢 因為你在做工地的時候 常常會有一些剩料 那很多人都會把一些雷毛 還是把一些螺絲 或者是小鐵板 把它燒焊在一起 然後做成一些小小的小液瓶 所以這種東西爬妹妹很好用 好下一個 OK 暫停 其實這句話當中藏了非常多的秘密 百合血耳湯 他是來幹嘛的人 清肺爽生 新陳代謝 必備良藥 不過這是民俗偏方啦 因為其實在很多工地裡面 很多人是不戴防毒面罩的 因為大家其實都沒有一個勞安的意思 所以為什麼我們頻道會常常 叫大家要戴口罩 要戴防毒面具 你需要在做什麼樣的東西的時候 你就要需要什麼樣的綠毒罐啊 這樣感覺不是很好嗎 其實小弟我 就在以前當學徒的時候 我們其實很多師傅都是非常沒有 就是口罩跟老暗的意思的 所以那個時候大家都叫我們回去 噴完氣啊 或者今天做完油裡當啊 做一些焊接啊 回去要幹嘛呢 喝牛奶 喝豬血湯 就是它會有種種很多的東西 說這個可以清除肺部啊 這可以排毒啊 然後這可以幹嘛幹嘛之類的 好 繼續 好各位朋友 真的千萬不要亂買藥 到以前看廣播看電視節目 還有就是以前老師傅給我吃那個什麼 歸露二仙椒 其實就是一種不歸露啦 所以為什麼就是在工地裡面 常常會有一些各自的配方呢 比如說做頭醉的粉塵的啊 都會有一些逼菸的問題啊 然後就會把感冒藥啊 加上一些高粱套在一起喝 然後為什麼在工地會有一些層藥配方 就是大概會把那個普拿藤檸檬拆開來 然後繳那個感冒用濕濕啊 然後什麼就是各種病痛 其實都用層藥去看 這件事情喔 說來悲哀啦 因為第一個齁 你去看醫生 你要去掛號啦 要先跟工地的主任請假啦 看完醫生拿完藥 那個藥也會吃然後會嗜睡啊 所以從以前的工地齁 師傅就有留下非常多的偏方跟方法 那我們繼續往下看 欸 你什麼意思啊 不要大家充電的耶 祖輪 你的插頭六度啊 聽到啦 如果真的死 我也要做啊 那背樓很累 你不要背樓你就去做工啊 在這個時候咧 其實在工地有個也是潛規則 通常喔 大塞跟小工是完全不一樣的 不同一樣的待遇 雖然一樣都在工地裡面 我跟你講 飲料他一定大塞先拿 充電器一定是大塞先用 然後咧 我們這些小屁孩咧 就是以前在工地打雜的時候 就是一定是次等公民啦 軍事關狗生 就是比狗還不如 所以這一幕呢 其實就是告訴大家 在工地裡面 每個人的價錢行情都是有差別 而這個價錢行情呢 跟他的師傅功利利不厲害呢 就是完全是成正比 好來 繼續看下去吧 好 我們大家往前看一下 這東西非常有趣齁 剛剛看他們的動作 蹲在地上一群人很像在插漾一樣 其實他們在用尿器啊 不會在綁鋼筋 綁鋼筋要幹嘛呢 就是當我們在水泥的結構啊 就是RC要灌注之前 你要把就是這些鋼筋 做成一個支撐架 因為水泥脆嘛 他為什麼在這個時候 要後面鋪上一個小指板呢 因為太陽曬啊 你能夠想像嗎 就是當你每天在這個高溫底下工作 那個太陽的熱度 在燒在你背上的時候 後面在燃燒啊 再加上他照在什麼東西上呢 照在鋼筋上面 就照在這些金屬面上 其實它會加熱嘛 所以上面熱下面也熱 那這個時候呢 你把紙箱挖一個洞 屁在身上呢 第一個至少太陽不會直接照射到你 然後也不會把你背上的汗啊 變成一粒一粒的小鹽巴 而大家在影片當中看到安全帽 其實安全帽在現實社會當中 也分成非常多種 按照你的身份地位 有不同樣的選擇 那台灣呢 它的安全帽當然有分非常多的等級 而在工地裡面呢 你用什麼樣規格的東西 顯現出你的身份地位 就是如果一般小工可能就帶一般的安全帽 那可能像一般非常高階的 就是會帶這種油造型 旁邊又可以透縫 那還有一種呢 就是旁邊有耳塞的 像這樣子 而最後一種呢 就是你在工地裡面 你看到從來都不戴安全帽 但是穿著襯衫 穿著Polo 走來走去的 那個東西通常就是董事長 然後第二幕呢 大家看到的就是 有沒有很像是在警察吹酒測的東西 有的時候 在工地裡面 工地主要交出的東西叫勞安表 也就是呢 就是你在這工地裡面 有沒有好好的管理一樣 當中有螢幕 我不知道各位朋友有沒有注意到 就是他在請工地主任抽菸的時候 他後面夾著一千塊錢 這東西就叫做人力仲介 大家有沒有騎摩托車 或是開車在路上 有看到有什麼抽缸 人力仲介 而工地主任這個人 他就是能夠去決定 我要用哪一些人 我要派哪一間工 或是從哪一間公司找來人力仲介 所以這個時候就有一個行情抽成價了 通常在桃園地區大概1400塊 在台北是1600塊 我在台東地區咧 不好說 因為我住在台中 我怕我會出事情 所以各位兄弟 你如果知道今天的價錢 那你發現你沒有拿那麼多 就是被人家抽走的 這個超爽的 每次這種路邊攤就是 來 人家來 大洲過來 好 等一下 來 各位朋友 你是不是不知道大洲過來做什麼意思 其實大洲這東西 大概在十多年前 就是小弟還在工地 還在做工地的時候 一個沙沙亞野奶 配上 有的什麼 補的蛋 有的XC 都有啦 如果你想要知道 相關如何套工業調酒 可以看我們頻道上面 我們曾經有拍過一集 《工業調酒如何爐獲少女心》 好 繼續 都分開嗎 對嗎 有嘛 一個穿第一次 他剛才說的 一個穿高中間 是讓那些有味道的人在想 餐廳那種的 腳上也沒辦法 你看阿轉的後車 對不對 就是他的家 後面有個小單袍 阿轉好像是到後面 全部都是睡在車上的一個人 就是一個唯一沒有家的人 這東西我們先不要爆雷 然後大家在後面網上看兩三集 就知道了 不過這個時候呢 大家可以看出 其實每一個師傅 他的派頭是不一樣的 就是 當你功夫越好 你的價錢量會越高 所以說呢 錢真的要存下來 各位朋友 少喝酒 多存錢 多買工具 做事有效率 那我們繼續往下看 起酒有幾個種 有一種就是讓他洗水冷 有一種就是讓他睡覺 有一種就是讓他睡覺 各位朋友不知道有沒有解酒的方法 其實解酒喔 有些人就是會用味爐 有些人喝牛奶 有些人會有一些江湖忌諱 就是喝酒之後 你千萬不能什麼 沖熱水澡 因為酒精會沖起來 有些人喔 不知道 各位朋友你如果有什麼特別解酒的方法 可以留言在我們的下面 然後讓大家互相分享一下 阿丁你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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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明明我連夜座會走 你吃了我肚 我肚子 等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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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看這個肚子 大家有沒有覺得沒辦法在騙手 在這當中 我們跟大家討論三件事 有什麼早上 一天工地做了他 晚上的時候 他還在外面做富蘭 這就是人家說他做 哇是辣 就是原本你通常有一個主要的工作 到晚上三千半一才在做 所以突然就有一個工地主任走過來了 這工地主任跟早上的工地主任又不太一樣 而且這工地主任看起來很特別 很奇怪 為什麼 他會這麼胖 不是啊 為什麼他的近視會這麼深咧 其實這個跑龍是要客串 講說你們各位這個人的就是他 各位朋友 他其實就是做工的人的作家 林立芹 林博士 林教授 然後呢在前面 往前轉一點點 在前面呢大家有看到他在做那個 就是沙輪機 有沒有看到大家看到有個戴個護目的眼鏡 護目眼鏡其實分的非常多種 像這樣子 其實呢護目鏡它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尤其你在使用Hulanda的切割 因為常常會有一些替曬啊 或者是你的切片上面會有一些小碎屑啊 那個打到眼睛裡面 我跟你講非常嚴重 而且它會很容易造成眼睛的感染 護目鏡有分很多種 有白天戴的 有墨鏡的 全透明的 帥氣的 也有這種呢就是就算你今天是近視 你裡面戴著眼鏡 然後你還是能夠戴著護目鏡的 眼睛真的是人體當中非常非常重要 那最後的最後呢 跟各位推薦一下這本書 做工的人 那這個作者呢 就是剛剛那位跑龍套的先生 他其實有出過兩本書 一本叫做做工的人 第二本叫做如此人生 都非常非常好看 其實小弟本身也是他的一個書名 每一集 在每一週結束的時候呢 我們都會拍攝一支影片 跟大家做一些彩蛋的介紹 跟一些在詳細工地裡面的術語 甚至是在工地裡面 為什麼會發生這樣的事情 來跟大家做一點討論 所以呢各位朋友 如果你對於工地有什麼樣的問題 甚至你在他工業的過程當中呢 有什麼樣任何的疑問 都歡迎你在我們的留言下方告訴我們 還是說你有什麼結酒秘方的留言告訴我們 然後跟大家來好好討論 那下禮拜再見囉 下禮拜記得同一時間繼續收看 做工的人 還有我們 碩文解智 進屏介紹 大家再見 掰補 等一下為了以防萬一齁 我覺得畢竟是尊重的朋友嘛 我還是先問他一下 我能不能在影片中 趁他為大口袋好了 欸他說可以 他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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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部分影音早來的堅公 比他還要胖 我覺得是某些 你看這實在是看不下去了 兩個差不多的 一個彼此笑顏死的概念 五十四 五十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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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笑百步